如果要計算,這個可以先把幾歲先做出來 後面的話,其實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這個做完之後,後面應該要串接什麼 幾歲嘛,所以AND 幾歲 歲的話呢,你可以直接把底下的這一串文字貼到這個刷影號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可以把這一串 你看,這個表示,這個N表示是這個50 然後後面這一串呢,就是我要串在它後面 串在這個的後面 所以一定要AND,然後雙引號就是表示這一串文字 把這一串文字放到這裡來 其實意思大概是這樣 所以第一步 我就先這邊選起來 不包含這個N,Ctrl C 2的話呢,就在這邊 加一個AND 然後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裡面的話呢,我就把剛剛那一串複字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打個勾 好,那這樣顯示出來 可是 這邊的話呢,有兩個N 第一個N的話 是 幾個月 所以幾個月,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幾個月 月的部分就是這個 這個是計算完 年的部分 再來剩下 等於是 後面有相差幾個月 就是這個 一個月 然後再來剩下幾天 那你可以用MD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呢 你可以先做第一個公式 是用Y 第二個的話呢,把這個字串貼到後面 再來的話呢,解決這個 這個N的話 就是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N裡面 把它改成YM 那這個的話呢,改成MD OK OK,那怎麼樣可以 把這一串公式 Ctrl C 怎麼樣放到這個 這個N裡面 這個放到這個N裡面,有點像那個VBA裡面 放一個 變數I 的道理蠻像的 第一步的話呢,就是 先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那之前我們是加一個I啦 可是這裡的話呢,是直接把剛剛前面的公式 複製完之後,貼到這個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直接把這個 Y改成YM 好,這樣基本上打勾就可以了 0個月 為什麼,因為8月 沒錯 過8月5號 所以剛好 過 今天應該是12號 今天是10號 10號的話 等於是 又再過了5天 所以這個應該顯示 再來的話,過幾天 一樣的方法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把剛剛這一串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這邊可以把它改成 MD就可以了 MD MD應該就是 算完年 也算完月 之後剩下還有 幾天沒計算 估算到 那就是 相差又5天 有沒有 5號到10號 相差5天 那沒錯 OK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直接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最後的答案 OK 那 比較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地方 應該就是 這個中間 這個公式把它貼過來 其實這個概念 跟之前那個放I還蠻像 之前我們放I 比如說 改到這邊是雙引號兩個 中間加AND 有沒有 再加一個I 那這裡的話是加一個公式 那其實你甚至可以比較一下 在那個Excel的公式裡面跟VBA裡面 最大的差別是 VBA裡面可以自由的增加很多變數 但是在公式裡面 不能夠用變數 所以其實 公式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商 就是說他沒有變數 儲存資料的話 那會變成說你 本來可以用很簡單一個I代替 那這邊就變成要一串的公式 相對的話 公式就很冗長 而且 欠缺彈性 不過大家 大家知道一下 簡單的事情還可以用公式 而且很容易做錯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打個勾 那這個就可以把它做出結果來了 那再來就是說 底下當然 我有一個 想說在旁邊也可以做 如果要把這個改成VBA的話 那當然我會想說 有沒有什麼一個 VBA裡面有沒有哪個函數 可以取代DATIVE 後來找一找 好像似乎找不到 比DATIVE 更適合的 所以 如果這裡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一般我的習慣是直接 這邊其實就有VBA寫好了 一樣 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一個SARB年齡 一個SARB是清除 那範圍應該是15列到19列 然後輸出到 H 我看輸出到H的話是 輸出到 這邊好了 假設我要輸出到這邊 這邊又多一個VBA 的欄位 你們可以練習 假設我今天 我希望輸出到這邊 那你當然第一個 一樣就是 其他命令把那個 自訂功能區這邊 開發人員打勾 開發人員一樣 Visual Basic 如果你要寫VBA還記得吧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其實就兩段 一個SARB 就是輸出年 我習慣是把這個縮小一點點 一個是年齡 一個是年齡 清楚 這個我已經有寫好了 我就直接拿這個來用 在第五頁這邊 Ctrl C 然後這邊 Ctrl V 貼上 我是建議你可以 其實怎麼寫 前面都講過啦 主要是 範圍的話 是for I 等於第幾列 第15列到第19列 然後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 應該是第i欄 所以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是 Sales I 列的 H欄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Sales I 列的 H欄 那公式就直接貼過來 貼上來之後 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雙引號 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那個什麼 列號 把它改成 I 最後輸出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輸出 我看到結果 就長這樣 那清除的話 就是再執行 就沒有了 最後的話呢 就是 再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的話 還記得吧 這邊插入按鈕 因為 這個前面都做過啦 所以我就比較快的 做過一遍 我是建議各位 將來 在 你們工作上面 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就是說 自己多多多 多做幾遍 然後可以再把VBA結合進來 那以後你多做之後 慢慢你就熟了啦 熟了之後你會發現 要寫VBA 其實也不會那麼 複雜 反正步驟就 這樣幾個 最後就是年齡輸出了 然後再一個清除 OK 所以這一塊 等於是延伸前面我們做過 我只是快速的 再多一個範例給各位 相關的參考程式 也在雲端上面 就這一串啦 有沒有 Sub控一格年齡 其實 這個 因為前面都寫過啦 如果你對於 這些的寫作過程 不太熟悉的話 請你再看前面的 這個影片 因為都講太多次了 我就不再贅述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就是熟練他就對了 因為我們講來講去 基本上寫的步驟都一樣 只是說這邊是直接把公式輸出到儲存格裡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直接 透過VPA裡面的函數 處理完之後再輸出 不過後來我找了一下 好像VPA內建的函數裡面 要取代Dedif 這個函數 目前來說 有接近的 但是要完全取代Dedif 似乎是 還沒找到 適合的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 沒有 再用 VPA的函數 再做另外一個SUB OK 如果你有找到更適合的話 也許 可以 踹踹看吧 如果有更好的 發現的話 也許再跟我講一下 OK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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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